选前台中市政府一直都没有什么样的 比方说下通牒 拆除等等 动作较慢 尤其是南屯的817招待所 从发出通知 准够勾多位 现在他们终于醒了 都发局今天说 拆除进度只有50% 所以今天开记者会说明的是说 这个违建有公安的疑虑 现在要求的是 7天之内必须要拆除完毕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会实施专案的签报 会强制的来拆除 我们一起来看 严家817拱保地南屯招待所 从台中督发局发出公告 已经自行拆除一个多月 最新进度只有50% 经勘察围墙大门林大同9街违建 合法建务左侧 以及占用国有的部分等违建 已经拆除 台中督发局多次被质疑 袒护严家 吃吃不下最后强制拆除通牒 14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那因为连结的关系 所以我们担心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比较多的公安的疑虑 我们会限期 今天会发文 限期在7日内 请违建人自行改善台阻 严家招待所从空照图来看 目前三个部分还没有动工 分别是大门左侧木造围离 以及主建屋右侧违建 还有大同8街 侧边建屋依然没有进度 没有改善完整的话 我们会依照违章建筑的处理原则 第三轨做专案签报 强制裁除 台中督发局表示 此处违建临近公园 加上春节将置 由公安一律14号将发文通知 所有人 7天内要全数裁除完毕 否则将会强制排拆 不过另外杀戮龙井交界处豪宅 除了违建 违反都市计划保护法将开罚 而下路黄昏市场违建 督发局则另外要到场复查 确认违规事实后 才会发出违规通知书 限期拆除 在新闻承重县证 SN小组台中采访的 我们先锁定在 817招待所的这个部分 因为时序有一点久 我们特别整理一个相关的时序 帮大家唤醒记忆一下 我们来看 楚英委员是率先讲这件事情的 什么时间 11月24号 林楚英踢爆了 这个招待所有违建的问题 那后续有些资料丢出来 对不对 我们来看 你的违建有多夸张 你本地应该怎么可以这样 这违建 这也是违建 面积其实非常大的 那后续他们干嘛 反正就是弄六个洞 什么等等 速度实在是有夸万一万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来 都发局 他说 发现了 只拆50% 限7天之内 要全部拆除 不然的话 我是不知道什么叫第三轨 依第三轨排成 强制拆除 第三轨是快还是慢 算快吗 应该就是额外插入的吧 第三轨是 待会有些 第三轨是一个制度上的 因为你 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发现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一个月前不发现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选举的时候不发现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这是我的疑问 来来来 其实都发局长有为了这个交通的相关的事情出来开记者会 有没有 那我就会觉得说 你既然有本事开记者会 那这个大家已经追了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违建 你总是要来处理嘛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我觉得国民党就是这样 放动的也是你 改动的也是你 选前讲的时候说是国家机器 选完之后就说什么 秋后算账 所以只要是国民党的 只要是涉滩 弊案 违建 违法都不用查就对了 反正因为任何时候都是你们说了算 但是我认为其实不能这样 因为这是一个很充满相对剥夺感 就是铁针针的违建就在那里 那么刚刚桂亚拿出来那个有关于817 我先从817开始讲 他们在选前几天 先把这个被国有财产署所揭发为 这个就是认定为就是窃占国土的部分 先把它拆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百分百的窃占国土 大家都知道嘛 老翁窃占国土去种菜 都要抓去判刑的 那你想想看 一个这个铁针针的事实的一个墙 然后什么警卫庭放在这个国有地上 是要抓去关的 所以他们很快的立刻被判定 1月3号被判定窃占国土之后 1月6号7号就马上拆了 所以他们家不是找不到工人 是真的可以拆得了 所以你说找不到工是变效 变效对吧 你们家都找不到 那谁家还找得到 那么另外今天早上我认为 这个台中市政府的讲817 故意讲说什么已经拆了50% 然后7天之内 这根本是烟雾弹 我再次提醒大家 是烟雾弹 因为就像刚刚有红议员所讲的 既然你有所谓的第三轨 你选钱其实你就应该要处理嘛 这个已经是完全就是在这个 所谓公保地上 而且也是在这个 你所谓的国有财产上面 你盖这些东西 选钱不危险 现在就突然危险 就是卢秀燕你的选情危险 所以现在赶快出来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推脱拉赖